狂风扫过 一节半龙半焦之躯探出云端 煞气萦绕 居然将虚空中的银白雷光撕裂掉 翻滚蜿蜒间 净显猙獰之态 你还要站 冰冷的声音传出 渐渐 急煞恶焦的龙手之上 一尊霸绝身影出现 五镜血单手持几 身上笼罩着冰冷的紫黑煞气 就像是掌控杀戮的魔神般 代表着死亡的气息绽放 震产人心 此刻 他的目光朝前方望去 眼眸凌厉 似乎能将重重雷光洞穿 嗡 那片雷光散去 缓缓浮现出令天冲的身影 不同于五镜血的霸气凌厉 令天冲的目光沉下 手舞胸膛 时而轻渴几声 丝毫没有刚才的凌天姿态 气息虚弱了不少 你掌控的灭世神雷 的确强悍 连击煞之气都要被撕裂开 若是你我单独一战 我无法胜过你五镜血的声音中 竟带着一丝赞赏 但令天冲听到此话 神色没有丝毫改变 心念微动 代表着毁灭的银白雷芒绽放 再度笼罩住他的身躯 朝四周缓缓席卷开去 五镜血看到这一幕 不禁摇头 开口道 令天冲 你的灵海已经受损 若是再战 恐怕你的毕生修为 都要毁于一旦 这样有何意义 说话间 他的目光一过 落在齐天峰之巅 这时 山巅周围处 已经出现了森森人影 三千进天军 身负英猛煞气 手持兵刃 骑成血马 光是那股铁血气息 就掌控了整个局势 至于山脚处 仍是有重兵驻守 树木庞大 已然达到三十万之重 莫说是一道人影 哪怕是文锐银虫 也休想离开此地 我身负极煞之气 煞气不休 实力不止 即便你再度恢复巅峰之态 终究也要败于我手 你身为流云皇朝的传奇人物 一身修为难得 倒不如就此臣服于我 你我联手之下 将来必能问鼎真灵大陆 武敬血诱到了一生 此次 他起了爱菜之意 令天冲的实力 很强 能掌控灭世神雷 诛灭万物 若不是武敬血 能永无止境地吞食阴冷煞气 此战 胜负还是两说 所以 武敬血想收下令天冲 归为己用 增强自己的实力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令天冲即便是战死 也不会臣服于你 令天冲冷声怒喝 庞大的雷鹰之影浮现 绽放出一道高亢之鹰 好 那我便赐你一死 武敬血 双眸阴沉 狂风掠过 他的身影立刻消失了 刹那间出现在令天冲面前 煞气席卷 直接洞穿了雷鹰的身影 同时 有可怕的脊影 闪掠而过 直刺令天冲胸膛 见状 令天冲脸色聚变 雷光横扫 在接触脊影的瞬间 立刻碎裂掉 根本无法阻挡这一攻势 急颖翻飞 逼近到他的眼前 今日开始 流云皇朝中 在无令天冲之名 武敬血 声音速目 彭扶在宣读审判之言 急颖疯狂向前 将令天冲的血肉撕裂开 喷涌出滚滚鲜血 见此一幕 杨眼等人瞪大了双眼 心脏疯狂颤抖 想出手 身体却被煞气笼罩 根本难以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反观另一方 臣服武敬血的一众家族势力之主 无不是满脸亢奋之色 令天冲 乃是齐天锋最强之人 若是他死了 齐天锋 再无强者 将会任由他们屠戮诛杀 呼呼呼 急颖掀起了狂风 将令天冲的华发吹起 他的那双眼眸 并未看向武敬血 而是扫视着齐天锋 金芒闪烁 似乎 在等待着什么 武敬血 你借无尽煞气 方才战胜令前辈 我实在搞不懂 你哪来的自信 胆敢说出这句大逆不道之话 电光石火间 一道魂后之音回荡开去 响彻虚空 更是响彻整座皇城 众人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纷纷寻声望去 然而 他们的视野中 却是绽放出无数金色剑光 扶摇而上 把重重煞气破开 直接刺向武敬血的头颅 碎 武敬血看都不看一眼 口吐冷阴 虽然几间将金色剑光撕裂 余味犹在 仍是刺向令天冲 要知令天冲于死地 砰 砰 砰 但在几间破空的一杀 那金色剑光 再次浮现而出 重重叠叠 漫山遍野 树然化为一柄 临天之剑 剑影碎空 死死抵挡住几间之轨迹 武敬血眉头微皱 刚欲有所动作 在他的眼前 又有两道光芒 陡然闪烁 一者 乃迷蒙之光 光龙虚空 将整片天地都覆盖住 化为一尊百米油龙之躯 龙鹰大阵 居然让天地灵力 都颤抖起来 而另一者 乃古铜光滑 悬浮在齐天风上空 犹如来自上古那般 光滑凝炼 气息悠扬 缓缓降落下来之时 似一座万丈山岳落下 镇压诸天万物 这三道震撼虚影 同时出现 在皇城千万人群的 惊诧注目之下 硬生生抵挡住 武敬血的可怕疾影 狂乱气息扫过 使得整座齐天风 都颤抖了一下 颤声震天 武敬血的身体不动 方天化己收回 目光落在令天冲前方 心念一动 蛮横之威势 将滚轨烟尘吹散开 浮现出楚行云那 伤俊义如妖的面庞 只见他站在令天冲身前 掌射长空 三道震撼虚影 悬浮于身后 一吐一息 都能引来天地之洞 声势浩瀚 众人无不是瞠目结舌 万须碎经剑阵 游龙宁灵阵 不动罗王谷阵 这三大灵阵 居然全都激活了 雪当空凝望着虚空 脸上带着一丝兴奋神色 昔日 楚行云拿出三张灵阵图 让雪当空围绕齐天风 布下三座金石灵阵 这灵阵之阵眼 早已不好 却迟迟没有起灵 将三者彻底激活 他万万没想到 楚行云离开片刻 竟一举激活三大灵阵 并且以灵阵之威 就下了令天冲 此行此举 注视惊人 沙纳间 煞气冲天而起 人群只见无精血的体内 彭腹出现一尊 争獰恶骄之影 气息横爵 降临在三道震撼虚影身上 使得三道虚影 疯狂震颤 好似随时都会消散掉 三座六级灵阵 都无法压制武镜穴 雪当空的脸色一致 武镜穴的实力 太强大了 让他有种仰望天地的感觉 彭腹整片天地 都由他掌控 无人能撼动半分 感觉如何 武镜穴将煞气收回 双手环抱于胸前 但笑道 在我的眼中 这三座灵阵 形同虚设 你还有何手段 尽管施展出来他说话时 脑袋微微扬起 竟带有几分玩味之色 要玩弄楚行云 鱼鼓掌尖 见状 楚行云也不恼怒 手掌轻轻向前俯过 嗡鸣声响起 在他的掌心中 有五十缕幽子气息 掠上了虚空 融为一体 化为一道光滑 存在于虚空中 不动 隐隐散发光亮 看到这一道光芒 所有人群 包括漠望宫和令天冲 都是愣了一下 这道光芒 好生诡异 所拥有的气息 彭腹跟这片天地 格格不入 既然你如此要求 那我就满足你 楚行云吐出一道冰冷的声音 掌心虚拨 那道幽子光滑绽放 化为一尊庞大的虚影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虚影 浑身弥漫出幽子光滑 高达千米 如同神灵般 昂扬站立于天地之间 五官刚毅 似能看穿三千红尘 直视天地真道 宁 楚行云微生敌和 那神灵虚影的身体 颤动了下 五彩光滑涌出 笼罩住那三道震撼虚影 居然让三道虚影 融合在了一起 光滑重塑 化为一柄五彩之剑 灵阵 居然能融合 雪当空脑袋一炸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然而 不等他回过神来 楚行云 再次动了 他站在虚空中 将右手缓缓举了起来 如见 没有一丝一毫的灵力 就这般轻然扫下 嗡 虚空传来一声闷响 随后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那尊神灵虚影 举起了五彩之剑 剑锋若光 以灵天翰的知识 缓缓扫过了这片虚空 剑影稍纵即逝 刚一出剑 变化为了万千光玉 在场之人 甚至是地面上的一只蝼蚁 面对着这一剑 身体 都没有任何的异样 连一丝似灵力 都没有掀起涟漪 虚张声势 五彬血并没有感觉到不适 脑海中 不禁出现如此想法 但 就在这一瞬 笼罩住 齐天风的煞气乌云 被撕裂开来 出现了一道奇长剑痕 痕迹如水波般荡漾 仅是刹那 便将所有煞气都掩灭掉 一缕刺目阳光 从天空中落下 落在五禁血的脸上 同时 也落在皇城 数千万人的脸上 不热 暖洋洋的 透着一丝温暖 这一瞬 偌大座皇城 灯石寂静 所有人凝望着 那道消瘦身影 嘴巴张开 心中 不约而同地浮起一个念头 煞气 消失了 被楚行云一箭斩断 第三百一十二章面 阴冷煞气 依旧充斥着整座皇城 但这些煞气 还未渗入齐天风 就被一道绚烂的五彩光滑撕裂掉 整座齐天风 宛若是无上圣地 嚷除煞气 无邪能轻 齐天风的众人 此刻 还未从震惊中醒来 楚行云出手之时 他们所有人 看得一清二楚 是那般的随意 平淡无奇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灵力 都未曾散发出来 但 笼罩住整座齐天风的 无尽煞气 却完全消失了 阳光从天穷洒落而下 照耀在众人身上 让他们感觉到了一丝 生机气息 如此之举 简直堪称神机 虚空中 五敬邪的脸色僵硬 他身上 已经没有了 刚才的霸道气概 脸色微微发白 浸透着一丝恐惧之感 死死盯着楚行云 找死 五敬血眼中 喷涌出疯狂杀意 急煞恶骄武林奔袭而出 发出刺耳之音 气息狂暴 瞬间就扑杀到楚行云身前 张开血盆大口 要将他一口吞噬 然而 就在这一瞬间 刺目的雷光垂落 穿过急煞恶骄武林的身体 让那庞大的身躯猛然一颤 身形僵硬 再也无法动弹半分 刚才你不是很得意吗 此刻 为何要恼怒出手 令天冲的身影出现 手掌从天而落 雷光宁为方应 压迫在急煞恶骄武林的身上 让其发出一阵阵凄理哀嚎 武林受创 五敬血也感觉灵海刺痛 心神一乱 顿时一道银白雷光袭来 渗入他的身体 让他面色变得苍白 一张嘴 喷出大口大口的鲜血 这鲜血 夹带住一丝银白雷虎 暴露虚空 发出闷声雷音 五敬血 居然受伤了 人群看到这一幕 皆是瞠目 没多久之前 五敬血身负无尽煞气 一击破天 气势何其霸道 几乎就要杀死令天冲 成为流云皇朝 有史以来第一人 但此刻 他居然受伤了 连一丝灭视神雷 都无法承受 当场吐血 这时 人群猛然醒悟过来 放眼望去 缭绕在五敬血身上的阴冷煞气 消失了 而那威武争名的吉煞恶骄武灵 也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身躯上 无一丝煞气 透着强烈的虚弱之感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漫天雷光如雨 倾盆落下 犹如一方囚龙那般 将五敬血彻底封锁住 雷光破空 刺入他的体内 就连那一丝吉煞之气 也开始疯狂颤抖起来 气息雷弱 你身负吉煞之气 煞气无边 实力不止 但 如果未能吞食煞气 你的实力 不过阴阳九重天而已 令天冲怒喝一声 雷光耀目 净化为雷鹰之爪 将吉煞恶骄武灵都撕裂掉 消失无踪 正如令天冲所说 五敬血的强横之处 是拥有吉煞之气 现在 无敬煞气被楚行云一剑斩断 化为虚无 而那道吉煞之气 自然就没有了作用 失去了煞气的五敬血 实力不在 又岂是令天冲的对手 齐天风之巅 众人的眼神无比复杂 局势之转变 太快了 仅在楚行云出手的那一瞬 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敬血 被令天冲压制 根本无法还手 动手 营救君王 这时 静天军中传来一道怒吼声 三千骑兵 瞬息列城方阵 朝着楚行云的方向奔来 轰隆隆的铁骑之声滚滚 疯癫震颤 那股冲杀沙场的铁血气息 让人感觉呼吸困难 楚行云目光一过 漆黑深邃的眼眸中 猛然掠过一丝杀意 顷刻间 他整个人的气势 都变了 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只见他沉默片刻 手掌微微举起 随即落下 一枚冷字 从他嘴中吐出 面 话音垂落 他身后的神灵虚影 眨眼消失掉 紫光如水波般蔓延 气息轻柔 却是夹带着冰冷沙翼 化为漫天剑光 直接将整座齐天风都笼罩住 凄厉的哀嚎声响起 是如此的震撼人心 人群的视野中 那道剑光绽放 整片天地间都是呼啸剑阴 降临到三千镜天军身上 任何接触之物都被无情斩断 鲜血喷涌出来 如花 在虚空中不断盛开 妖艳而又甚人 仅是一瞬间 三千镜天军 只剩半数 但那漫天的剑光 彭腹不会消散 依旧在虚空中低鸣柱 代表住死亡 让凄厉的惨叫之声不断地响起 朝远处蔓延出去 震颤住整座皇城 更甚者 这一股剑光 肆意绽放 只要是围堵齐天风之人 都无法躲避 剑光落在身前 收割他们的性命 楚行云 你好生残忍 有一名家族势力之主 仰起头 双目血红 怒视着楚行云 吼道 你我皆是流云皇朝之人 和陛下如此狠手 要将我们所有人都屠杀殆尽 你对我齐天风出手之时 可有想过此事 楚行云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冷漠地扫视了那人一眼 话音淡漠如冰 你们皆是流云皇朝之人 皇朝有难 落于贼人之手 你们为保性命 甘愿任贼做父 肆无忌惮地屠戮 掠夺 此时此刻 你见形势不对 就想用仁义道德来要挟我 求得一丝活路 你觉得 天底下会有如此好事 楚行云冷声一鹤 一股杀戮气息降落在那人的身上 让空间一将 人 面临着无数选择 一步错 步步接错 而有些错 犯了一次 就再也无法反悔 楚行云话音落下 一道剑芒浮起 刺入了那人的喉咙 让那人的双眼睁大 充斥着无尽悔意 昔日 无尽血灭沙唐正 成为新一代的铁血君王 无数家族为了自保 甘愿成为五尽血的爪牙 托鹿不休 杀伐无情 让无数人隐恨惨死 现在的皇城 就是如山铁正 可笑如他 居然还想苟活 如此之辈 简直是诸狗不如 楚行云绝不会有丝毫的留情 定要悉数灭沙 不留一人 惨叫声依旧在空间中回荡 楚行云面色冰冷 目无表情 在他的身后 鲜血不断扩散 将齐天风染得通红 一缕阳光落下 映照在旗上 折射出一抹星红光滑 浮上虚空 好似为虚空 披上了一层血色薄沙 血气质浓厚 久久难以消散 第313章 再杀着最后一人 今日 注定会永存流云史册 武经血率百万雄狮 围堵黄城 清除异己 手段之铁血霸道 让所有人打寒心惧 但正是如此强势之人 却折己齐天风 不仅被楚行云一举镇压 就连苦苦培养的三千晋天军 以及收入麾下的势力之主 都被杀了 悉数图灭 这一次屠杀 太震撼人心 鲜血可汇聚成河 尸体能堆积如山 让一整座皇城 都笼罩着一股凄凉悲冷之意 齐天风之巅 最后一丝仙灵之气 已经彻底消失了 但杀戮却未停止 依旧有七粒哀嚎声传出 清晰回荡在众人的耳中 武经血身处雷霆囚龙之中 灵力如骄 死死抵挡住雷光的清晰 在他身旁不远处 楚行云站立在那 却没有看他 抬起头 望住夕阳的最后一丝余灰 眼眸透着深沉微光 你后悔吗 看出漫天红霞 楚行云突然开口说道 十七年前 如果你没有依附星辰古宗 犯下雷雷杀戮 今日 恐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武经血微微沉默了下 低笑道 我武经血行事 从来不会后悔 哪怕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我依旧会归顺星辰古宗 对你楚家出手 恩 听到武经血的话 楚行云木带金仪 就连众人也一过头来 满是诧异地看住前方 武经血落的 今时今日的下场 居然不后悔 我武经血年幼从军 半生戎马沙场 杀戮无数 在我的眼中 实力乃至高无上之物 拥有强悍实力之人 便是拥有了天下 一声号令 无人不从当年 我的实力低微 即便进入了上古秘境 也无法袭的传承 眼看就要放弃之际 星辰古宗的出现 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所以 我甘愿成为七爪牙 大肆杀戮 祸害皇朝 只为袭的传承 增强自己的实力 武经血 声音激昂 浸透着一股炙热 朗声道 十七年前 如果我没有归顺星辰古宗 一辈子都无法有所精进 会变成窝囊之人 战死在边疆 渐渐被人所遗忘 既然如此 我为何要后悔 简直一派胡言 三皇子唐月听完这番话 浑身都是怒意 诺贺道 武经血 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不惜屠戮王国 焚成沙明 甚至连流云皇朝 都险些落入你的魔爪 此刻 你居然还说的义正言辞 实在是无耻至极 话落 不少人都是连连点头 若是流云皇朝落入武经血的统治 将会有更多人死去 更多人妻离子散 如此惨象 哪怕是幻想丝毫 都让人于心不忍 强者之路 本就充满了杀戮 在这条路上 强者生 弱者亡 哪有什么对错 武经血冷眼一宁 丝毫不惧怕唐月等人的冰冷目光 只见他目光扫过 将所有人都看在眼中 高声道 别忘了 今日 你们也造了诸多杀念 你们也屠戮了十余万人 难道你们出手的理由 是为了天下苍生 是为了黎明百姓 正如楚行云所说 人的一生 有很多的选择 你们为了皇权 为了性命 方才大肆屠戮 要将我为杀于此 而我 为了力量 为了武道巅峰 所以不断杀戮 不断称霸 选择不同 所走的道路 也是不同 你们有何资格 来评论对错 声音如雷鸣般响起 回荡在所有人的脑海中 让不少人的眼中 生起了震撼之色 这个世间 本无对错 武经穴为了实力 甘愿依附星辰古宗 甘愿屠戮千万人 甚至甘愿被杀气反噬 成为毫无意识的杀戮之人 这一切 都是为了实力 都是为了成为强者 哪怕天下人唾弃他 无数人追杀他 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 他 仍不会后悔 只因 这是他心中的对 楚行云武经穴 目光一过 落在楚行云的身上 沉生到 你的布局 手段 堪称是千古妖孽 败在你的手中 我武经穴毫无怨言 只不过 若是你想让我为当年之事忏悔 细数自己的罪责 此事 你永远都不会如愿 我武经穴 能败 能死 能受尽无数屈辱 但绝不能改变心中之意 强者之道 便是无道 即便轮回久死 魂飞魄散 也绝不会更改 说到这里 武经穴扬起头 望着西尘骄阳 高亢送道 男儿一生 当求强者之道 我武经穴十年四十有八 以杀戮道 以杀成道 千秋不朽夜 尽在杀戮中 任何阻挠之人 杀之 任何拦截之人 灭之 即便是诸天神佛 十地魔妖 也休想拦我去路 必当手持一己 杀得天地震荡 神莫哀嚎 今日 我率军肆虐皇城 屠戮百万人 以极杀之气为本源 吞进无穷煞气 只差一步 便能化骄为龙 成就至高无上的武皇之位 只可惜 最后依旧难原心愿 武经穴吞吐有力 似在倾诉住一生 让在场的人群 尽力瞩目 凝望着这道铁靴身影 内心深处 居然有些许的钦佩之意 莫望宫和令天冲 站在人群身后 静静聆听着这段话 心中有一丝共鸣夫起 低着头 微微吐出一道叹息 至于楚行云 则是站在武经穴的身前 一双漆黑如墨的眸子 神盲闪烁 庞腐是陷入了回忆中 久久未能出生 罢了 罢了 武经穴再次出生 脸上的惋惜之色消散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股凌云之豪气 目光远眺 将皇城收入眼帘 高声道 今日 我便在杀着最后一人 嗡 虚空中 方天画戟颤抖一下 黑光破细 带起乌乌闷尘之音 似在叹息 又似解脱 笔直刺入了武经穴的胸膛 将最后一丝生机湮灭掉 残阳 如血 齐天风的虚空中 有几滴鲜血 朝住下空低落 一具尸体 在残阳之下 缓缓朝住地面落去 伴随着一道 低沉之音的传出 这具尸体在地面上 建起了几缕尘土 之后 便再无回响 下方 所有人都看住这一幕 直至武经穴的尸体 跌落在地面上 他们 也并未回神 依旧沉浸在那股震撼之中 武经穴 一带铁血枭雄 面对着落败之局 竟选择自杀 了结此生 第314章 不愿执掌 夜色 笼罩住整座皇城 如水般凄凉 就连偶尔扶过的夜风 都比平日里 更寒冷几分 此时的齐天锋 惨叫声 已经越来越微弱 几近于无 因为围堵在山脚下的军队 已经被屠杀得差不多了 剩下一些人 躲藏在暗处 也正被搜出来 灭杀掉 皎洁圆月之下 唯有染红的地面 以及一具具 冰冷的尸体 不同于齐天锋的死寂 此时此刻的皇城 声响震天 嘶吼不断 一道道身影 在夜空中奔略 继续上演着白天的血色杀戮 只不过 杀与被杀之人 却是彻底颠倒过来 那些围堵在皇城外的军队 正在被疯狂追杀 完全没有了 当初的嚣张得意之态 当初 武进穴执掌流云皇朝 一声令下 四方边疆之军队 浩浩荡荡地赶来皇城 遵听武进穴之命 围堵皇城 大肆屠戮 现在 武进穴已经死去 三千进天军 也是葬身见证之下 彻底的死绝 这些军队失去了统帅 自然变成逃兵匪将 又岂敢在皇城九呆 一个个朝住四方逃窜 根本没有反抗的念头 在众人疯狂追杀逃兵的时候 云腾殿内 所有人群都聚集在那 经过了一整日的厮杀 每个人的身上 皆是存在着雷雷伤痕 不过他们此刻的脸上 却是绽放出狂喜之色 欢呼声 大笑声 声声入耳 让空间充斥着愉悦气氛 今日之前 他们所有人 都没料想到如此结局 武进穴清率三千进天军 驼鹿皇城 气势何其霸道 城外更是有百万军事围堵 出一人 杀一人 光是流淌而出的鲜血 都能汇聚成河流 这样的局势下 他们都有了必死的决心 要战死在齐天峰之上 但在最后 他们却活了下来 取得大声 这种死而后生的感觉 就彭佛是获得了新生 太奇妙了 就连雪当空和阳言 这样的长者 都按耐不住心中的狂喜 大声欢笑 大声豪言 释放着心中的喜意 看来 他们的确是压抑得太久了 楚行云看住眼前之景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紧绷的心神 终于是得以放松 楚会长这时 唐月缓步走到楚行云的身前 只见她的脸上 充满了激动之情 双膝弯曲 重重跪了下来 朗声说道 今日 宁珠沙武进血 覆灭围成叛军 帮我唐家报了血仇深仇 请受我三拜 言语间 她的脑袋重重磕下 闷沉声响起 每一声 都是如此的清晰 让人群止住了声音 静静望着这一幕 其实 他们的心中 也是对楚行云充满了感激 如果没有楚行云的出现 或许 他们所有人都死了 死在靖天君的铁骑之下 整座流云皇朝 也变成了战争戾气 我与五金穴之间 本就有血海深仇 将其灭杀 只是我必行之事 这三拜 我受之不起 楚行云将唐月扶起 嘴角掀起一抹微笑弧度 道 再者 你是君王遗孤 日后 更是要重新执掌黄泉 让君王下跪 此理 太重了恩 听到楚行云的话 唐月的目光微微一宁 差一道 楚会长 难道你不愿执掌流云皇朝 今日 楚行云施展无上手段 意见斩断无尽煞气 更是将五金血珠杀掉 实力之强 已经让所有人深深折服 而云腾商会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已经网罗了无数的强者高手 就连三大吴府都加入其中 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 只要楚行云一声宣言 皇朝上下 所有人都愿意奉他为君王 无一丝意义 然而 楚行云却说 唐月要重新执掌黄泉 那便说明 他要把黄泉交还给唐家 并不打算成为新的流云君王 你们唐家执掌黄泉数百年 除了武力衰弱之外 一直都是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现在 武金血已死 叛军也被剿灭 如此革新后 唐家重掌黄泉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楚行云话音随意 让所有人不住地点头 的确 唐家执掌黄泉数百年 对于治国之道 早已有深刻的理解 由唐月继承君王之位 可以在短时间内 彻底振兴流云皇朝 楚会长大意 让唐月折服 唐月神色愈发激动 已经不知道 要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双膝微颤 就要再次跪下 楚行云拦住了他 不禁苦笑一声 道 我说过 君王之贵 我受之不起 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 就全力治理皇朝 做个明察之君 不要再遭受今日的劫难 唐月谨听教诲 唐月的眼眸中充满坚定 身形厚彻 快步离开了齐天风 见唐月如此的风风火火 众人相视一眼 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 让唐月执掌黄泉 果然是正确之举 唐家重掌黄泉 皇城格局也将逐渐平稳 不过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也不能闲着唐月离开后 楚行云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凌厉金芒 首先看向了雪当空 道 雪阁主 你是皇城之人 对皇城的家族势力极为熟人 今夜 你带一支百人队伍 暗中追杀那些逃窜的家族势力 绝不能轻易放过话音刚落下 楚行云继继继续说道 至于其他人 分成六十四组 立刻前往其他的城池 第一 继续兴建分会 第二 追杀那些叛军 如果我没猜错 现在的流云六十四城 必定会有叛军的窝点 记住 此次的行动 一定要隐蔽 不仅要追杀叛逃之人 更要统筹资源 楚行云的最后四字 与其加重了不少 让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猛然醒悟过来 眼中同样是闪过阵阵晶芒 今日过后 那些投靠五进穴之人 肯定会逃亡各处 他们的身上 存有丰厚的抵御 如果就这样白白放过 难免有些可惜 所以 楚行云让众人连夜行动 准备把这些抵御 全都收入囊中 一时间 众人的情绪 再次高涨起来 纷纷踏出云藤殿 悄无声息地 没入了深邃的夜色中 朝着各大城池奔去 第三百一十五章 天地而生 皇城势力中 绝大多数都臣服了五进穴 五进穴一死 他们定会做鸟兽壮散 而那些叛逃的军队 更多 可达几十万之中 这些人的身上 或是私藏家族抵御 或是掠夺王国资源 树木绝对不容忽视 如果能全部整合起来 几乎等于流云皇朝的半数财富 甚至更多 如此财富 任何人都不会错过 楚行云自然也不例外 楚行云站在原地 目送住众人离开 呼地 他的身体猛然一颤 似乎想起了什么 立刻喊住了楚虎 轻声道 小虎 你帮我做一件事 他凑到楚虎的耳旁 细细低语了几声 很轻微 任何人都没能听到 楚虎听完后 眉头紧紧皱起 问道 少爷 你怎么突然提出这么个要求 楚行云神秘一笑 你先别问 按我说的去做 很快 你就会知道了 好出乎点了点头 身形闪烁 同样没入了夜色之中 只不过 他并没有前往其他城池 而是来到了齐天峰的山脚处 目光四望 好像在收集住什么 极为的神秘 所有人都离开了云藤殿 诺大的空间 变得空荡起来 楚行云并没有多呆 返回庭院后 立刻进入了轮回时的那空间 这里 一如既往的昏黑 令人有种压抑之感 但在血池旁 却多了两道身影 一人一兽 赫然是莫望公和白虎 莫望公的身体 是灵归之身 而他的残魂 则被收入轮回天书 严格来说 此刻的他 已经不是生灵 可以自由进出轮回时 而白虎 则是有些耐人寻味 他拥有残魂 蕴含生姬 跟寻常生灵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此时此刻 他却能够进入轮回时 没有任何的阻碍 这点 楚行云也无法解释 只能把所有的古怪 归结在天外金属的身上 楚行云 你终于来了 看到楚行云出现 莫望公急忙走了过来 指着虚空中的天圣灵珠 语气无奈地说道 这霉天圣灵珠 实在是神秘莫测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一缕圣灵之气 能让舞者的修炼速度提升十倍 且维持整整九日的时间 注视逆天 哪怕是巅峰时期的天公宗 也远远不及 至于仙灵之气 更是玄妙 仅仅只是一缕 就拥有灭杀天灵强者的力量 而且 此气息能够让万物融为一体 即便是相生相克之物 也能完美融合 在我的有生之年 从来没有见过 更是闻所未闻 甚至于 我有种预感 圣灵之气和仙灵之气 并非天圣灵珠的极限 它真正的玄妙之处 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如此一宝 已经超越了皇气的范畴 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无上帝兵 莫望公越说越激动 说到最后 他的一双眼睛 都变得微微发红 喘息粗重 让楚行云一时间说不上话来 现在的莫望公 生与死 都跟楚行云紧密连接在一起 所以 楚行云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没有丝毫的保留 一来 双方可以坦诚相待 方便以后的交流 二来 楚行云也可以集中莫望公的帮助 研究天圣灵珠的玄妙 只是楚行云没想到 莫望公的情绪会如此的激动 甚至将天圣灵珠视为无上帝兵 对于帝兵 楚行云只在古迹中看到过 传闻此物由天地运生 人力根本无法造就 任何一件都代表住天地之权威 至高无上 拥有翻天倒海的恐怖力量 对于天圣灵珠 楚行云心里很清楚 绝对是不凡之物 但也没想到过 此物 居然是传说中的帝兵 而他的真正玄妙 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似乎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 莫望公退后几步 但神色依旧笃定 开口说道 这枚天圣灵珠 你一定要好好利用 若是使用得当 并能让你重回巅峰 除此之外 此物对于灵兽卵的作用 也是极大此话怎讲 楚行云愣了下 看向了虚空中的灵兽卵 莫望公顿了顿 开口道 经过我的鉴定 这枚灵兽卵 的确来自上谷 其内 也存有一丝生机 并未完全湮灭 只不过 说着 莫望公 雨风一转 带有几分一色道 我从这枚灵兽卵中 感觉不到丝毫的灵兽气息 有的 反而是天地之气 所以我怀疑 这枚灵兽卵 乃是天地而生 天地而生 楚行云猛然一惊 但在同时 他也立刻明白过来 反问道 那暗默前辈的意思 寻常守法 根本无法孵化灵兽卵 必须要依靠 天圣灵珠的日夜滋养 没错 莫望公顿点头 回到 一枚灵兽卵 从上古存活至今 本就有些不可思议 况且 它还能吞吐灵液 与你产生一丝共鸣 这一切 都说明了灵兽卵的不凡 不凡之物 自然要用不凡之法 让天圣灵珠 日夜滋养灵兽卵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否则的话 早在上古时期 这霉灵兽卵 就该被孵化出来 又何必封印数万年 莫望公最后反问一声 让楚行云也觉得有道理 况且 让灵兽卵 霍天圣灵珠 形成共鸣循环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随后 两人继续讨论起来 莫望公是上古武皇 所见所闻 并不在楚行云之下 对此 楚行云并没有刚愎自用 而是虚心请教 共同探索为之心密 一来二去之下 双方的激烈讨论 便持续了数个时辰 而且还没有消退的趋势 你确定要这样做 忽帝 莫望公的嗓音提高了几度 言语惊疑 让沉浸梦乡的白虎 陡然惊醒过来 这样做 会不会有些不妥 莫望公又到了一句 凝视着身前的楚行云 双眼含金 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我在她的身上 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知道这样的人有多恐怖 我需要这样的人 为我做事 楚行云的话音平淡 笑着道 若她不愿 我随手便可将其抹杀 不留后患听到这番话 莫望公面容微变 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对楚行云 投影一抹赞赏的眼神 沉音片刻之后 楚行云站起身来 大步走到轮回天书面前 只见她手掌一挥 轮回天书翻到了第三页 漆黑的书面上 有一道流光弥漫出来 在虚空中环绕几圈后 疏然下坠 落到楚行云和莫望公的身前 翁一声 那道流光绽放开去 竟凝聚出一道魁梧身影 这身影 是一名身穿漆黑仲凯的中年男子 五官刚毅 气息凌人 就这样站立住 全身上下都是无边无际的霸气 强横之势 让整片虚空都开始瑟瑟颤抖 此人 居然是 五镜血 第316章楚行云的认可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旁 楚行云出奇的平静 脸上无丝毫波澜 她伸出手 在虚空中轻轻一点 陡然吐出一字 醒 翁 笼罩住五镜血的微光消散 那双灵力的心目睁开 扫望四周 发出一道魂厚之音 这里是何处 还没死 不 你已经死了 现在的你 只不过是一缕残魂而已 莫忘功诞生到 双手赋于身后 笑盈盈地看住五镜血 残魂 五镜血凝视住自己的双手 微微发力 果然感觉不到武灵的存在 至于血肉和灵海 更是消失无踪 整个人飘荡在虚空中 犹如鬼魅幽灵 看到他这般模样 楚行云解释道 你自尽后 我催动轮回天书 将你的最后一缕残魂 射入轮回石之中 否则 你早已魂飞魄散 彻底地死绝轮回石 轮回天书 魂飞魄散 楚行云的话 让五镜血有些难以回神 他直视住眼前的薛兽青年 嘴角抽起 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狂笑声音 这笑声 回荡在那空间中 霸气 不羁 完全没有示威之态 楚行云 你我之间 存有诸多仇怨 为了复仇 你破坏我筹备已久的计划 灭我静天君 将我逼死在齐天风之巅 现在 你却利用秘法 保住了我的残魂 让我不至于魂飞魄散 难道 你对我的恨意太深 不想让我就这样痛快地死去 所以 故意保住最后一缕残魂 想让我承受无穷无尽的屈辱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话之时 五镜血依旧直视住楚行云 神光内敛 没有丝毫的惧怕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恨你 但 你我之间的恩怨 在你挥起自尽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落截了楚行云摇摇头 笃定地说道 此刻 你之所以出现 只因我想复活你话音落下 五镜血先是一愣 随即 那一股笑声 更加响亮了 竟充斥着吃笑之意 所有人都知道 五镜血的死 是楚行云一手造成 他辛苦见下的红巢尾叶 也是溃败在楚行云的手中 前一瞬 楚行云让五镜血 坠入了深渊 万劫不复 此刻 楚行云却要复活五镜血 这 让五镜血感觉很荒谬 越发觉得楚行云是在玩弄他 让他承受无尽的折磨 我说过 你我的恩怨 已经彻底了结 我出手保住你的残魂 并且想要将你复活 完全是因为你的强者之心 铿锵有力的话音 传进了五镜血的耳中 让他身躯微颤 陡然止住笑声 楚行云凝望着虚空 眼神虚浮 字字清晰到 五道一图 强者为尊 有些人为了实力 可以放弃一切 不惜堕入杀戮地狱 失去最后一丝理智 而你 就是这样的人 当初 我出手杀了武藤 你的内心中 虽有恨意 但更多的 却是对实力的渴望 想要炼化极煞之气 诛杀令天冲 完成宏图霸业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 你对实力的执念 太深 早已摒弃了所有情感 一句句话音 从楚行云嘴中吐出 如风锐尖针 刺入了五镜血的内心深处 让他脸色微微一凝 陷入无言的沉默中 楚行云说的话 任何一言 任何一语 都没错 直指五镜血的本心 这样的你 为了实力 为了五道巅峰 不顾一切的向上攀爬 所以 我想将你复活 让你跟随在我的身边 继续追求五道之巅 你想让我臣服为奴 五镜血脸色沉下 声音充斥着冷漠 楚行云摇摇头 回到 跟随在我的身边 并非是臣服为奴 只是说明我认同了你 第一 你的残魂 被镇压在轮回天书之中 如果我死了 轮回天书必然消失 而你的残魂 也将就此消散 化为虚无第二 我的目标 乃是传说中的无上地径 区区真灵大陆 困不住我 你跟随在我身边 我能带你接触更广大的世界 面对更强的对手 一步步 超越自我 登上强者意图 第三 你杀我亲人 我杀你儿子 你回我楚家 我灭你势力 到此我们恩怨相比 但是 你让我父母离散 饱受折磨和痛苦的罪孽 却永远都无法磨灭 你必须为此赎罪 说完这番话 楚行云没有继续开口 静默而立 等待着武静穴的回答 此刻 武静血的脑海中 已经掀起滔天巨浪 他的内心深处 已然有了一丝丝心动 正如楚行云所说 武静穴为了实力 早已摒弃了所有 哪怕仅剩下一缕残魂 他 仍是想要成为至高强者 登上五道巅峰 比起所谓的赎罪 楚行云所展现出来的一切 太强悍了 不管是底牌 还是见识 多远非常人所能及 如此之人 将来 必将大放异彩 也唯有跟随着楚行云 武静穴才能复活 才能踏出北荒域 接触更广大 更玄妙的世界 我答应你 武静血收回目光 回答得很是前翠 沉生道 我愿意抹去所有恩怨 跟随你的左右 但 你必须应云你的承诺 助我踏上五道之巅 否则 我宁可魂飞魄散 我楚行云说话 哪怕五雷轰顶 也绝不食言楚行云 终于露出一抹微笑 顿了顿 补充道 将来 你一定会为 今日所做的决定 感到无比的庆幸 希望如此 武静穴也笑了 身形化为流光 重新没入轮回 天书之中 见武静穴 就此答应 站在一旁的莫望宫 缓步走上前 看住逐渐平静的轮回天书 自言自语道 看来 又有人上了你的贼船 闻言 楚行云当时苦笑 他刚欲说话 莫望宫又道 不过 你这条贼船 的确很让人憧憬 就连我这个老头子 都被你说得热血激昂 看到莫望宫 满脸的打去之色 楚行云不禁笑了一声 悬在心中的大石 终于缓缓放下 盘系而坐 进入了修炼状态 在他的一边 莫望宫拿出了五进穴的尸体 将天宫之星植入其中 开始重塑五进穴的躯壳 小心翼翼 没有丝毫的马虎 顷刻 轮回室内 有轻微声响传出来 让沉寂的空间 有了一丝生机的味道 这般画面 尤为和谐 让人心生疏忆 第317章重回安宁 凝聚灵规之身的材料 可谓是包罗万象 可以是灵木 可以是珍稀石材 甚至还能以尸首为躯壳 植入各种珍稀之物 五进穴生前 将九阴极煞玄宫 修炼至圆满境界 极煞之妻入体 早已融入了四肢百骸 再也无法剥离出来 因此 对五进穴来说 将他的尸体 凝聚成灵规之身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在莫望宫 凝聚灵规之身的时候 整座流云皇朝 已然掀起了阵阵腥血雨 五进穴一死 那些依附在他麾下的家族势力 自然是土崩瓦解 不敢在皇城久戴 这些势力 或是逃到其他城池 或是藏居深山 甚至乎 还有人逃到其他皇朝 心思极其狡猾 至于流云六十四城 情况同样如此 在各个城池中 本就有云腾商会的分会 扬言一行人 刚抵达城池 便利用商会眼线 找寻叛军的窝点 从而布下围杀之局 面对着如此缜密的追杀 那些叛逃之人的心神逐渐崩溃 到最后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放弃 甘愿俯首认罪 就这般 经过短短三日时间 动荡不安的流云皇朝 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安宁 再无纷争 由于这些叛逃之人的伏法 大量的财富资源 从各个城池 各个地域 汇聚到了云腾商会的手中 树木之庞大 让无数人心生惊叹 但惊叹归惊叹 却少有人心存不服 武静穴死于齐天锋之巅 庞然权势 自然落于云腾商会之手 然而 楚行云并未自立为王 反而将黄泉重新交海给唐家 让唐家执掌皇朝 如此举动 说明楚行云并无争霸之心 更不愿干扰皇朝之事 这些庞大的财富 虽归于云腾商会 但以云腾商会的作风 定然不会割据一方 云若子民 反而还会大力建造商路 创造更多的财富 皇权治国 云腾复国 这一点 所有人都乐意看到 拥护都来不及 又岂会阻拦 时间缓缓过去 深冬见过 很快 初春便要到来 今日的皇城 一如既往的热闹 无数舞者在街道上络绎穿行 大大小小的吆喝声响于耳旁 有时还能看到进军巡逻的威严身影 此情此景 整洁 富有秩序 让皇城重新焕发出活力 这时 齐天风内 从山脚到山腰之处 密密麻麻的阁楼宫殿耸立在那 如夜空繁星般 散落有志 隐隐透着几分玄妙味道 这些阁楼宫殿 被分成数个区域 有专门炼丹的丹药区 有专门锻造的气人区 也有修炼区 切磋区 贸易区等等 而在齐天风风巅 云藤殿依旧耸立中央 镇压一风气运 在云藤殿的周围 则是多出了不少阁楼和庭院 如众星拱月 将云藤殿环绕其中 这些阁楼庭院 是云藤商会核心人员的住处 一旦有事发生 众人也方便商议 此刻 若是有人站在山脚处 抬头仰视整座齐天风 就会发现 当初的流云第一险风 已经化为了一方世界 虽小 却百物俱全 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 整座齐天风 都笼罩在迷蒙云雾之中 如仙境 透着出尘之感 这些迷蒙云雾 乃是灵雾 昔日 楚行云利用五条玄机灵脉 让天圣灵珠衍生出 五十缕仙灵之气 一举融合三大灵阵 以此斩断无尽煞气 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虽说这五条玄机灵脉 已经耗光所有的灵力 但并没有就此消失 而是留下了灵脉的种子 所以 令天充把五枚灵脉种子 纳入齐天风的山体中 一来 可以释放灵力 凝聚灵阵 改善齐天风的修炼环境 二来 也可以滋养灵脉种子 让种子重新萌芽 化为真正的灵脉 也因为这点 现在的齐天风 已经成为了流云皇朝的修炼圣地 所有人挤破脑袋 都想踏上齐天风 成为云腾商会的一员 一压 修炼密室的门被打开 一袭黑衣的楚行云 从中走了出来 他抬起头 看住空中飘落的雪花 脸上浮起一抹舒适之色 深吸一口气 以他为中心 方圆十米内 所有雪花都静止住 闪烁着微微雪光 啪哒 正在这时 一道粗重的脚步声 在密室中响起 楚行云转过头 看向了声援处 但笑道 感觉如何 视野中 这踏步之人 身穿漆黑重铠 五官刚毅 气势凌人 后背处 还附着一柄漆黑猙獰的 方天化解 雪花落下 还未接触到他的身体 就化为了虚无 此人 自然是五进穴 却见他走到楚行云的面前 稍稍活动住手脚 望向虚空的双眼 陡然闪过一道金芒 顷刻间 狂风涌动 无穷极影在虚空中掠过 似乎能将虚空 多撕裂出裂痕 风停 极影消散 五进穴将灵力收了回来 回到 虽说是灵归之身 但跟血肉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会弱臂 很是舒服 只不过 我的修为 似乎下降许多 仅有天灵一重天 那是自然 楚行云刚欲回答 莫望宫从密室中走出 但笑道 无者之身 可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驱峭 灵海和灵魂 你生死后 灵魂被纳入轮回天书 驱峭您为灵归之身 但灵海 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唯有以天弓之心 作为替代天弓之心 是我的毕生杰作 耗费数百年时间 也仅仅造出两枚 此物 能代替灵海 让你如同寻常舞者那般修行 但起点较低 仅有天灵一重天 我明白了听到莫望宫的解释 武进血点了点头 其实 他对于自己的修为 并没有太多的失落感 此刻的他 虽是半人半归之身 诞生前修炼的所有武学功法 以及最为重要的 急煞恶骄武灵 都没有消失 依旧存在着 只要刻苦修炼一番 昔日的修为 终会回来 反正他现在已非血肉之躯 时间和岁月 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少爷 就在三人交谈之时 不远处 传来了楚虎的声音 休一声 一道破空声响起 身穿云梦玄天凯的楚虎 从侧方急促奔了过来 他的修为 一入聚灵之境 灵力鼓动间 能激活出云梦玄天凯的灵力之物 颇为的威风 气派 刚才洛兰还惦记住你 说你为何还没有出关 这话才刚刚说完你就 出虎边走边说 当他走近几分 目光落到楚行云身上的时候 不自觉地撇到了 不远处的武镜蟹 顿时 他为说完的话 煞食止住了 噎在侯馆里 发出咿咿呀呀的古怪声响 武镜蟹 你居然没死 片刻后 楚虎的嘴中 爆发出一道惊天和声 和声如雷鸣 在空间中传荡开去 乃至 响彻整座齐天风 第318章重造静天君 和声一出 整座齐天风都颤抖起来 乱声四起 只是数席时间 楚行云就听到 十余道破空声传来 人影重重 从虚空中降落下来 将修炼密室包围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镜蟹 还活着 他的身上 没有丝毫生机 气息也弱了许多 仅有天灵一重天 好生古怪 武镜蟹生性狡诈 小心落入他的圈套 人群将目光 落在武镜蟹的身上 眼中 虽充满了疑惑 但更多的 却是灵力之色 血战之后 经过十余日的休养生息 一整座皇城 乃至整座流云皇朝 终于恢复了 以往的安宁 处处洋溢着 勃勃生机 众人 好不容易才看到 这一幕 根本不想回到 当初提心吊胆的日子 故而 对于突然出现的 五进血 众人的心中 唯有冰冷杀意 嗡鸣声不断响起 一道道武林之光闪耀 如狂风暴雨般 倾泻下来 笼罩住这片虚空 让雪花都停止了 飘飞 气氛极其凝固 令天冲 站在人群中央 他的那一双眼眸 早已闪烁着 微微雷弧 利 一道高亢的音鸣声响起 众人的头顶处 无数雷霆光滑浮现 雷鸣滚滚 气震山河 赫然凝聚成 一尊庞大的雷鹰之影 诸位先冷静 见气氛如此严峻 楚行云立刻站了出来 拦在五进血的身前 朗声道 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五进血 他并没有恶意 众人目光微微一宁 满头雾水 不知道楚行云 这话是何意 随后 楚行云将这几天 发生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说话的时候 众人脸上的表情 不断变化 又惊 又喜 到最后 完全呆着在原地 用一种看待妖孽的目光 不断扫视着楚行云 要知道 五进血和楚行云之间 恩怨复杂 说是血海深仇 都不为过 但 楚行云却能放下这些恩怨 将五进血复活 并且让后者甘愿跟随在他左右 这样的结果 众人若不是亲眼所见 想都不敢想 就连另天冲 也是 对楚行云伸出了大拇指 能将仇恨之人 化为跟随之人 恐怕 也只有楚行云能做到 从一开始 少爷就想着复活五进血 难怪当日会提出那样的要求 呼地 楚虎拍了下额头 手中出现一枚储物戒 递到了楚行云面前 楚虎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扬言一愣 立刻出声问道 周围的人群也是如此 看住楚虎 头以疑惑的目光 血战结束的那天晚上 少爷暗中吩咐过 让我找遍整座齐天风 将近天军的尸体收集起来 纳入储物界 好好保存楚虎 终于恍然大悟 惊声道 如此看来 少爷收集这些尸体的目的 定是想要复活三千进天军 闻言 众人的心脏狠狠颤抖了一下 目光变得炙热起来 此时此刻 五进血已经复活了 并且愿意跟随楚行云 如果楚行云能让三千进天军 也复活过来 那么 齐天风就拥有了一只强悍之君 实力霸道 堪称无人能敌 你真的做此打算 五进血死死盯着那枚 储物界 对住楚行云问道 三千进天军 乃是五进血一手培养而来 里面的每一人 五进血都极为看重 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就连当初得到了上古珍宝 他都没有独吞 而是无私地分发了下去 所以 一听到楚虎的话 五进血心中就涌出激动之色 连说话 都有些颤抖 天宫之心 乃是墨前辈的心血之作 尤其仅有两枚 要复活三千进天军 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楚行云摇了摇头 道 我让楚虎收集进天军的尸体 是想让墨前辈以尸体为材料 制造出三千傀儡 以此效仿进天军 毕竟三千进天军的身上 皆是存有稀薄的急煞之气 而你 恰恰可以操纵这些急煞之气 以此发挥出 进天军的冲杀之威 五进血彻底明白 眼中 不禁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但很快 那股失望之色消散 五进血回过头 略带感激地看了楚行云一眼 你别误会楚行云感受到 五进血的目光 轻声说道 我以后要面对的敌人 皆是雄败一方的强悍宗门 重造静天军 只是想让你发挥出所有的实力 化为一柄尖刀 撕开对方的护宗山门 在此之前 你必须苦修玉归之术 让三千灵归 变成真正的三千静天军 甚至 还要超越静天军 成为真正的狼虎之师说着 楚行云想到了 星辰古宗和九寒宫 这两大宗门 皆是北荒六大实力之一 宗欲广阔万里 实力更是强悍 在不久的将来 他很可能要站在这两大宗门的对立面 双方不死不休 一只能攻山破地的狼虎之师 无疑是楚行云所需要的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苦修玉归之术 比起你 我更渴望战争和厮杀 五进血化音淡漠 身上散发出来的浩瀚战役 让空间一宁 所有人都忍不住打来的寒战 以杀戮到 以杀成报 这就是五进血 即便化为半人半归 他的杀戮执念 还是没有散去 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 如此甚好楚行云满意一笑 将储物界交给了墨望宫 墨望宫身手接过 转身就进入了修炼密室 开始助手炼制灵规 五进血见状 快步跟了过去 显然是想要细细观摩一番 五进血离开后 整个空间的气氛 方才是平和下来 众人常常舒了口气 脸上重新蔓延出喜意 就此离开了这里 回到自己的位置 继续刚才未做完的事情 楚会长这时 唐月走了过来 初登皇位的他 短短十几日 举手投足间 就带有一股君王气概 只见他缓步走到 楚行云的面前 双手作衣 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枚卷轴 这卷轴 不大 仅有一尺长短 轴身雪白 其上雕纹住一道剑形图纹 还未打开 就隐约感觉 有一股剑气弥漫出来 充斥在这片虚空之中